全民人死後走過黃泉路 再到奈何橋 喝過盲婆湯再輪返轉生 如果錯入三途 亡靈就會受盡苦難 所以自古親友相送 都會希望望者一路好走 陰陽眼文師兄 異獸鬼仔彈 靈異愛好者B哥 三個人組成貪靈隊 除了希望能夠跟靈體 靈距離接觸之外 還希望能夠拍攝靈異現象送給大家 好嗎 自從我們上次來到新娘潭這裡之後 又有交通意外發生 證明這個地方不斷有交通意外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文師兄來 看看你會否用甚麼方法 可以帶領我們找到其他在這裡漂浮的靈體 希望今天我們試做的東西 即是玩的遊戲 希望可以吸引到在這裡附近的靈體 讓你們看見 看看你們看到的時候 他們的外形或表情都會較上映 是 我想問一個越斜的地方 其實靈體現形的機會越大 其實我們覺得是斜的 其實沒有關係 最大的問題是地理環境問題 還有為何他們會聚集在這裡 這就是關乎以前的數歷史 到底是甚麼事會從這裡離開 越來越多 令這裡會發生很多問題 就是這樣 我是阿達 我曾經見過過過戲 我真的不太想來 不過由Man哥來叫到… 因為有一個人 其實他出了六位數字 叫我去拍一個靈異節目 但我拒絕了 純粹是給你面子 還有給你面子 當然是我們的監製 我希望可以像上一次 有機會看到一些紅色的靈體出現 紅色嗎 對 根據文師兄說 其實能量值是嗎 紅色的就是比較高的能量 如果越低, 可能會是灰色 或其他顏色 但你是見過紅色的嗎 見過… 我們在日本 在日本 我們在日本見過 穿著睡衣 這樣站在這裡 擋住他的兩個小朋友 但紅色的靈體出現 你有沒有看到整個外形是怎樣的 正… 有穿衣服嗎 有穿衣服 我猜是一個 臨被火燒死之前的樣貌 保護自己對子女的樣貌 那次是… 攝錄機是拍到的 但我不知道為何是沒有… 就是… 後來完成這個攝錄之後 但那段影片又沒有了 但我們很清楚在鏡頭裡見到 也對 有一個爸爸和兩個小朋友 在我們面前 跟你這樣說吧 我想又問問文師兄 其實是否他們 故意不讓我們拍攝 其實不是 是因為剛好那個鏡頭… 它的能量大 又剛好被拍到 我們一定是在鏡頭看不到的 但由於可能是時間的問題 那個能量就無法儲存 所以很快就沒用了 但相片很有趣 尤其是飛鳥片 你把鏡頭放進去時 它真的會留在那裡 對…因為照片我也看過 對…會留在那裡 但不知道是否現在 是數據問題 所以會有機會沒用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也聽過 其實相片 以前飛鳥是因為 有些化學物質 可以改變化學物質 但電磁場又會不一樣 其實它可以令電磁場中斷 但相片最準確是即應即入相機 但就這樣 Digital的其實未必可以做到 是 我是阿B 我希望今晚可以見到鬼 自己其實又害怕 但又想去感受一下 因為過往我也有試過 上個怪談 一些節目去做嘉賓 說一下靈異故事 但這次是第一次在外景 外面真正正去探靈 去做這件事 所以覺得又… 很緊張又很開心 但又覺得… 對… 即是OK的 應該是挺好玩的 因為其實我很久之前 又是說很多年前 我自己在屯門公路 也都見過 是有一個阿伯的靈體 是… 是向著出荃灣方向 是… 我以為它跑步 其實我的車一路去的時候 原來我見到那個阿伯 穿著類似唐裝衣 他不是跑步 原來他是一直飄在我身邊的車 你是駕駛車嗎 駕駛車的 因為我送朋友回家 但原來… 這是速度 那是正常車速 但原來我所有朋友都見不到 但他的速度是跟上你的車速度 他不是 我是迎面 我是入圈 即是對頭的 對頭的 他在慢線上 原來我遠遠都以為他跑步 但原來我到我再近距離的時候 原來他不是跑步 原來他是… 零空的 對,一直飄 但他出來的樣子完全是一個人的樣子 一個是白 即不是拍攝 不是拍攝 很實體的… 所以我這次來新娘探 想看看會否再感受到 又會有這些畫面 我也知道你身體之前有這些事 你今天來到新娘探 會否擔心再影響身體 我這一刻的狀態是不錯的 其實你問我想不想見 我也想見 我覺得現在的狀態是不錯的 總之希望能見到 我是文師兄 我希望今天可以帶大家見到鬼 一遊樂園,我加了一些… 其實是陰間 應該這麼說 陰間 靈體一般都喜歡玩的遊戲 希望讓他們感受一下 在另一個地方 你看到靈體的時候 然後那個叫…驚恐感 看看會否可以勾回他們 以前想的東西 我們現在全部都在靈車上 其實我們製作了的原意 希望可以在靈車一直沿途的時候 看看會否接載到一些靈體 但其實是否可以的,文師兄 其實是不可以的 為甚麼 因為每一輛靈車 他出完廠之後 都會有師傅做到一個結證 因為為甚麼 要補回先人 即是有先人上的時候 不要騷擾到他 所以變相了其他靈車 一定是上不了的 在走的過程當中 有些孤雲野鬼會看到靈車 可能有師傅會超到他 那他跟上車會否…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他本身已經保護了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賣來的 其實新娘潭這條路 是不是比裡面更厲害 因為我自己遇過很多事情 反而是在一條路上 這一定是 因為新娘潭大家都很明白 就是他每一年 都會發生很多交通移動 變成他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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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墜了很多 是 變成他這裡的煞氣就很吵 會不會是因為一個循環 就是有很多靈體在這裡 而他們想找替身 所以又令到更多人來到這裡 又去飛車又成 最後又有車 其實不會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我不敢肯定是否他們要找替身 但它一定是影響你開車的局 你晚上飛車的時候 你很集中注意力在路上的時候 只要那些靈體一邁來 就會影響到你的集中性的時候 你就會發生意外 我想問問師兄 好像這些地方不斷有意外 那會不會有一天 如果做好很多次的法事 或者怎樣 可以清走這些 不行… 那個生態環境有多久 有人存在 所以你要超渡的話 可能是過晚上 上晚去做的時候 所以你做不到這件事 大仔呢?大仔你有沒有什麼鬼故事 小時候一群人去燒東西吃 中途我有一個朋友 突然衝到樹林 不知道有什麼事 衝到樹林 我們就去問他做什麼事 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騷擾我… 我都不認識你 這是男生 男生是一個女人的聲線 我們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 這傢伙肯定在裝模作樣 然後我們就一群人走過去 不斷打他 然後他也是… 照樣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就帶他去沙灘 然後他自己就衝到海裡 最終怎樣搞定是等天亮 天亮之後就變成男生 但就全身瘀傷 他就問他做什麼 我全都瘀傷了 他當時忘記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對 我覺得這個也應該是撞東西 這件事 他在做什麼 在那邊 這邊… 下了下面 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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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師兄為何會這樣拜什麼呢 他在這裡 拜樹有兩… 有兩種人會拜樹的 是… 第一就是他覺得 他們知道這棵樹是保護的 是… 那他就會拜祈求平安 是… 第二個就是… 求子 寶…寶…寶胎 寶胎 是… 又會拜的 那我沒聽過拜樹是求財的 樹呀… 或者其他植物類的東西 是… 其實是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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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拜徵呢 其實很多 例如… 猴子山 你會見很多人餵猴子 是吧 餵野豬 其實他們是… 求什麼 因為… 以他們的傳說 就是… 他們那些人不斷在餵猴子、餵野豬 是保佑大聖爺, 保佑他們種落合彩 因為聽聞真的有幾個是種落合彩的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晚上就去餵牠們 我想說很厲害, 為甚麼他們知道有這棵樹 是呀, 我就說… 我想說你要清楚那棵樹的歷史 到底要知道那棵樹發生甚麼事 可能他們藏了雲也不奇怪 又或者這棵樹是用來補充的 那我看牠們穿的衣服好像不同顏色 不同顏色的, 沒關係 這個我真的無法解答你了 因為每一個宗教他們的服飾 或者他們用的所有法器 我都不太理解, 因為太多 尤其是現在我們看到牠擺樹這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挺古怪的 我第一次見過 我還沒見過 新娘談人在這裡擺樹半夜三更 跟B哥, 我們好像看到大土 有一個是黃色… 不是一個, 我看到有三個 是嗎? 有一個是… 你記得一個, 我看到有三個是… 我也看到有一個是大土 而且最奇特的是你會發現全雷城 是嗎? 對 我覺得很神奇 很神奇 其實會不會做一個像土地工 或者放一些神像在這裡會比較好一點 神像那些就不會放的 就等於好像我們香港很多路 有些石碑 南無阿尼陀佛 其實現在沒有很多 因為政府可能就做了 是呀… 其實做過這些就可以了 其實南無阿尼陀佛是… 政府做還是誰做的 其實是政府做的 以前政府做的 是呀… 由於現在新的政府 沒有做這些事的時候 可能地政處問題 覺得不好看便拆了 是呀… 但我聽過有些師傅說 如果你不能隨隨便便 做一個神像在這裡 因為可能它沒有開光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陰靈 就聚在神像 因為長時間有人供奉 是嗎? 是呀… 你的神像沒有開光的話 其實那些靈體就會聚在下去 因為你有裝香 那你裝給誰 是 他們便會過來吸收 變相聚聚下午的穴道 弄亂了 因為像我以前的家 有一個位置永遠有攤水 抹抹也有 但其實我的雙蝦都沒有人住 不知道為什麼永遠都有攤水 你說靈體聚集在這裡動 其實它的能量很大 但我相信這件事的機率是低一點 反而我覺得你應該找到魚柱 看看是甚麼事 為甚麼那裡有攤水 但它臉色很青 可能也關於水事 經常走去探 當然是青 那家屋也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它很容易攤 是否你現在住在這裡 不是以前的 但那裡是鬧鬼 我想問其實是否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會穩替身 這個一定是不會每個人 一定的 其實穩替身那些 一般來說 它不是說… 死於非命 就是穩替身嗎? 不關事的 不關事 譬如交通意外死了 你會打場債 是現場不一定會的 我想十個穿八個都會的 可能剩下一個兩個 沒有的 它可能心心不乏 就會有機會找 但以我認知的話 一般穩替身那些 不是關於交通意外死了 而是可能是其他的慘殺 會導致它想找人 是否應該是… 16元 好了,文師傑 我想問為何我們半夜三更 要一個荒山的美麗 不開桌 有甚麼容易 因為賭博會比較容易吸引他們 不會嗎?不是拍戲嗎? 拍戲 他們比較喜歡看拍戲 其實有很多種的 很多人都是賭錢輸到走投無路 而走去慶勝 所以這件事比較容易吸引他們 很多時節目都會打麻將去招令 其實這次有甚麼方法可以更加有效 這次我們除了在郊外 我們也有指人看著我們 然後我們在東北位置放了一些梳油竹 我們吸引靈體 指人有甚麼作用 其實指人寫了一些東西 讓他們更容易上來 我試過有一次聽前輩說 就是他們在家裡打牌 同一副麻將,整天打 有一天打牌後 忽然多了一隻耳童 即有五隻 於是他們將…只是實物 於是他們將耳童傷起 有否調查那種?為何會多了耳童 沒有… 有否有甚麼結果出現了甚麼事? 沒有… 反而我試過有一次 我在朋友家打牌 他只是在騎樓對著白鷂鼠 那天我本來瘋狂地贏 到某一個位置 我突然看到對駕 後面有一個白煙飄黃 又出了騎樓 從那一局開始 我是每一局不斷出衝的 對,我終於從四、五舖出了所有的籌碼 包括原本底的籌碼 就像現在這樣嗎? 輸回來了,對 沒錯,輸回來了 就是看到我的白影鷂鼠 我覺得它是有心令我輸錢 好 好 那請問一下,為何要在那個位置 怎樣做? 因為那個位置是中北圍 中北圍,即是我們中間的位置 在那些位置就很容易 即是寶衛爾在坐的位置嗎? 對,是他選擇的 不知道 你覺得如何? 我沒有那麼實感過我選擇 鋪牌漂亮嗎? 鋪牌不漂亮 我曾經試過在朋友家打牌 也是打牌 那位朋友家本身有個駝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個駝的不時會出現 但是那天我見到有個朋友 打完牌 打完牌,他那天也輸的 輸得很厲害 然後打完牌,大家在收拾牌 然後他就去廁所 我跟著他去尾 但是他比我快 那就沒辦法了 我唯有見到他去完 我就打算等一等他 但後來我見到他走一走 他就不是走到廁所的方向 他轉了去騎樓位 然後我就想 你不是去的 不是,你不是我去的 誰知道我一去到廁所 一開門,他就進去了 我就想,我看到他是誰 我才以為自己眼花 到翌日,我再問了師傅 師傅說,他說應該有事 就叫我帶那個朋友上去 然後那個朋友上去 就說他原來已經有一個 我跟著他 跟著他一年多 在街上跟著他 然後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他們很喜歡扮人 很喜歡扮人的樣子 我那天看到一個就是扮人的 對,其實是靈體 力體 對 大家有否發覺 我們現在的溫度有甚麼感覺 我只是覺得尖寒尖動 尖寒尖動 是 現在現在越來越冷了 例如吃13腰,我聽人說 13腰等斜牌 聽聞是要… 是有點警示,是嗎 13腰要看吃哪種 例如呢 以我所知,13腰吃西 是不好的 是嗎 但吃一筒是好的 對 當你吃那些棋牌 吃得密的時候 就要清楚 而且要小心 到底自己吃甚麼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我們看下去,打尾 好 我打開了壺 大家打開了壺 B哥還未開,你還未開 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你現在 阿寶衛坐在東北位 而那邊就醉了一些煤氣 就導致他… 不是煤氣,是做了一些零 其實會影響你的運程 即是會影響你的運勢 即是這一刻的運勢 因為它才是負能量 我試過一次 一群朋友在打賣 然後那一局 我吃了一次13腰 然後我聽別人說 如果你吃13腰 你一定要把一個錢 扔到街上 我做過,我試過的 這個我也聽過 這個我也聽過 我那次打完之後 不知道連續吃了 即是扔了錢之後 連續吃了八鋪還是九鋪 我那時聽別人說是13腰 如果叫13腰吃不出 是 你就真的會默奢了 是的… 那些麻雀館 他們可能會在他們外面的植物上 去裝香 甚至乎放些小煙 其實他們是… 拜鬼 拜鬼 因為那些才幫你維吻的生意 是 是 而且寶貴,你看看你後床的公仔 是 已經長短香 短了一串 短了一折 我們現在開始這個遊戲 叫做… 一同歸世 一同歸世 我們先打四隻 對,每人打一隻 通常我們平時打 最後就是把他蓋起來 不,我們不會 我們是打也不會打 好了,現在打一同 我想問,如果我又有同歸世 已經沒有關係 我們已經做了這個動作 好 有甚麼事 有甚麼事 你怎麼了?你感覺到甚麼 甚麼事,達仔 小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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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